这个钟好奇怪啊 怎么还把时间分正负呢 仔细看啊 它哪里是个钟啊 它明明就是个温度指示器 是挂在麦金莱迹象实验室外面的温度指示器了 位于美国佛州埃格林空军基地内的麦金莱迹象实验室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气象实验室了 有8个大型工作间 可以模拟全球30多种不同的极端气候和天气 比如雨实验室里面 可以在一个小时内降下380毫米的暴雨 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郑州暴雨的两倍 并且暴雪冰冻也不在话下 比如风实验室 从风平浪静到刮起每秒30米的飓风 只需要用13分钟 比如气温实验室 可以将室温在零上80到零下40度之间自由切换 比如雷电实验室 是晴空暗里微风和煦 还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只需要一个切换按钮就搞定了 还比如沙漠实验室 140盏高能太阳灯 创造出来的酷热沙漠 与真实的差别 只能让你怀疑人生 对了 这里的海洋实验室也绝对惊人 水面面积6平方公里 相当于4800个奥运标准泳池 最深可达15米 水温浪高都是可以自由调节的 为什么要见它呢 很简单 当你造出了惊人的飞机 尤其是战斗机的时候 总得要看看 它能不能满足全球部署的野心 所以当年F117就在这里被动过 后来的F35也在这里历尽了磨难 民用飞机也一样能被招待 当然如果你说我有一辆车很厉害 那就欢迎把它开过来 只是不要怕花钱 因为它一天的电费 就要差不多干掉1万美元了